玩家乘大雷已登陆 正在载入游戏 我这在哪啊 我怎么会穿这样的衣服 系统加载完成 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 开局一座山富贵靠朝关 明急将进入论事中的大五国 在这里百姓流离失所 创身借债 而你将作为蛤蟆的队主 带领伙伴振兴山寨 少年啊 挥甩热血 匡扶正义 成为除强服务的山寨王八 我进游戏了 聪明 从现在开始 你将作为蛤蟆寨的队主 我现在要颁布给你第一个任务 留住寨子里的小伙伴们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了 忘记告诉你了 如果任务完不成 可是会被我抹杀掉的 我骗什么挺你的 你这个坏女人 快帮我出去 你骂谁是坏女人呢 有霸荒窗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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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斋主炸实 我都还没说话呢 你倒是让我有完成任务的机会啊 我打个游戏怎么就真成债主 再不下把线可真就要被抹杀了 小斋主 你可醒了呗 军师 哎呀 你下山闯荡不幸十足 已经昏迷一个多月了 我一直对你天长挂肚啊 许军师 还好你愿意留下 让我们醒去 把兄弟们都找回来吧 找你个腿啊 你嘎着光红皮了 这玩意儿都没不说起来 军师请留步 我还有话说 承蒙小寨主后爱 可是山寨如今的样子 你也都看到了 录底是为了反弹 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 咱们山寨一定可以重镇起来 军师 请你相信我 实不相瞒 自从你接任以来 兄弟们吃过饱饭吗 你会用刀吗 在这险恶的世道 你能活下去吗 可是军师 我还想再试试 好 老朽这么多年 等着的就是这句话 完成任务还有奖励呢 我现在哪儿 是不是在身上 军师 你在这儿啊 我们赶紧走吧 天儿啊 咱们不走了 又不走了啊 又不走了啊 嗯 我还说拿了个大斧头 打算下山卖了呢 斧头 上来就送神兵啊 赶紧试试 这开机有点意思吧 有点桌 咱们给歪了个人生 走 那你们就是反派了 今天我三板斧 正好 还要替天行动 四伍俩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的压斩夫人 我 沧海林少语 哎呀 没有人要攻打航子炸了 大大家 这人也太多了 咱们还一波人少的吧 救他们了 走 要自带的是你尝处的大米域 咱们不加小心 有我沧海林少语在 必保你平安 我这两铁枪 早已击克难难 就等部长也是撞在枪口的了 来者扣人 鸡盆大盗 不知是哪个山寨的兄弟 敢挡我们黑石城城主的车 黑石城 糟了 今天是来找你们打 打打打打打 等一下 这附近哪有砍船的地方 我们准备砍船去做饭的 哎哎哎哎 大大家 黑石城杀人如马 无往不做 得罪他们咱们山寨就完蛋了 我想问你玩东方想回去了 哎呀回来 你们俩果然是反派 今天我三板斧 正好要劫富济贫 自不量力 我们这有二十人 你们区区两个人 我倒要看看你们两个 到底有什么能干 走 我们这还有十个人 拿下你们仍然是不在话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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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 啊 啊 啊 三下就接CD 早知道不乐回了 好 这位兄弟 果然是身手不凡的 如果是再斗下去的话 那可能就是两百举伤了 既然是想接济百姓的话 我这有些许银两 如果二位不嫌弃的话 就先收下来 既然你们良心发现 那就暂且放你们一马 就算我们蛤蟆大王放过你们 我遇免殊胜 也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你们所有人把盔甲给我拖拦 大喊三生蛤蟆大王万岁 我就抓了你们 是个啥不坑输 我仓害连少女跟你拼了 你死定了 大当家 可恶 哪里跑 追 逃逃是没有用的 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 开局一座山 别废话 我现在该怎么办 这只能靠你自己想办法 不过你还有一次抽奖的机会 你要用呢 别玩我了 赶紧的 好吧 骑马 好嘞 哪里来 好一个侠义少年 心满队少下十分敬佩 我愿追随你左右 原来武将的出场方式是这样的 恭喜大当家 不仅首战告捷 还收获一名武将啊 赶紧看看车里有啥财宝啊 四姑娘 从今天起 我就在此投靠大当家了 请大当家好好爱护我 好的 嘿嘿嘿 嘿嘿嘿 啥啊 美女 思之 生 Ihnen 新的人物已经出现 打动美人芳心 以不得使用用和强迫性的手段 让苏宁的好感度提升到三十 这也叫任务吗 三十还不一如反掌啊 大当家 大当家 大事不好了 苏姑娘不听劝 执意要下山 你看这如何是好呀 别人莫慌 我这就去劝给她 等着 这苏姑娘若是下山 她是又要落入贼人手里了 我得展现诚意 让她留下 苏姑娘 你想干什么 我 我告诉你 我可是落叶成死海商会会长的嫉妙 只要你放了我 赎金自然不会少了你 苏姑娘 我想要的不是钱 你 我原以为你是贪金钱财的歹人 你 我原以为你是贪金钱财的歹人 你也想到你居然 你俩留 苏姑娘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这样的人 那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其实不是山贼 也不是强盗 我们是一群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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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抱负 有理想的人 简称 强民 我 之所以就苏姑娘上山 是不愿意让苏姑娘落入黑市城 撑住的苦口 如果知道跟苏姑娘解释这么做也没用 那我就不打扰苏姑娘休息了 再见 你干吗 大当家 老朽倒有一计 可以为你解忧啊 如此这般 老朽牺牲一下自己的肉身 然后 既然如此 那就有劳追尸 你真是小样子 我来了 不行了 你干什么你啊 我告诉你你别过来 是你叫我 大当银贼 敢碰大当掐的女人 醒醒啊 醒啊 醒醒啊 还让我来呢 醒醒啊 找我来 哪里走 我原先只以为你是粗鄙下流之人 没想到你竟然还如此阴险奖战 叶木相关何处是 青山残月惹人愁 男儿何不带无钩 收取观山勿施咒 明月当空 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可而发 没想到 姑娘也 嗯 嗯 好文贼啊 虽然易景万劝不打 但是还算牙韵 大当家 你年纪尚情 还不知道姑娘们在想什么 老鼠还有一计 可以为你解忧啊 还有这么废物的书香 男儿何不带无钩 男儿何不带无钩 收取观山五十周 人不怎么样 失险的还不错 看来他并非改人 眼下也只能暂时留在这里 唉 不好了 打老娘 哎呀 打老娘不好了 打绝打上门来了 啊 一共有多少人 看不清啊 山下密密麻麻的 眼珠的少女人用 可是用小鼻童观测敌军数量哦 啊 居然有一千多人 是是是什么 打打家好无理啊 你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怕什么 跟他们拼了 对 该他拼的速度 咱们现在跑 还来得及吧 咱们走吧 别怕 触发新任务 防守还不再十次 逃跑的话 会被我抹杀的哟 什么 又来啊 哎呀 哎呀 神开神 打老娘跟谁说话 哎呀 这可怎么办啊 走 踏实 是那小子 嗯 哎 这不是黑神城的人吧 哎 他死了吗 呃 呃 为了杭债的兄弟们 只能利用这个呆子了 我找到退敌的方法了 哎 嗯 可以 啊 umps 这 还是啊 你 孙爷 没想到啊 瞎着一个溜润 无奈沧海林少许 前来挑战 哎呀 有人要攻打枪的战吗 别打枪了 别打枪了 弄他 别打枪了 别打枪了 太好了 果然有用啊 快快 给他我尽双药 哎呀 也太厉害了 小何意思 来来来 上车也脚脚感啊 哎呀 这种小喽喽 我起码一拳就是一个 厉害厉害厉害 麻烦家 我赌十万 他肯定还会回来报仇的 我赌二十 肯定不回来 哎呀 这种小喽喽我太了解了 失败一次都彻底撤了所谷无归 你说他还配当无扯啊 我来沧海林少许 前来挑战 哎呀 有人第二死东大还不战吗 没有 没有 这一下意 别打枪了 来 辛苦了 辛苦了 我来沧海林少许 小的偶 пош 报 前方就是喀妈寨 好 这就去灭了他们 报 城铢有令 几个回城 什么 回城 呈主 我派去剿匪的一间精兵 您为何又给急召回来了 当然是因为有紧急情况了 究竟何事 据事有所不知 那隔壁的几个城主 过几天想搞延宜 我准备搞一个千人相亲大会 请我认受不够 才把你的精兵急召回来了 城主 青牛山肥坏横行 一直是咱们黑石城的隐患 尤其是那个蛤蟆寨 嚣张至极 他们此番 分明是在羞辱我们黑石城啊 好好好 去世别生气了 我再给你派一百精兵 一百五 两百总可以了吧 来来来 齐齿大叔 你当狗狗 你 你知道你为何会失败吗 为何 你有为心念而战吗 你怀着彼此的心在战斗吗 你有必须要守护的东西吗 我都有 那你就错了 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 你心中全是杂念 如何成大事 那 那我该如何抛弃这些杂念呢 那我寒蟆寨吧 从零开始 慢慢教你 奸诈的少年哦 在这系统空子的情况下 你完成了防守寒蟆寨十次的任务 同时还来找隐藏任务 身边灵效应 合并奖励神秘大宝藏哦 好 大宗家 寒子里上人下下都找遍了 哪有什么宝藏啊 那都说过了 前两天拆火的时候啊 整个寒子我都找遍了 有的话 早就看见了 不可能啊 系统没理由骗我呀 沮丧的少年 新的任务又出现了 我上找你啊 口藏到底藏在哪儿啊 既然是神秘宝藏 肯定不会那么轻易 被你找到的 眼下你还是先关心一下 新的防守任务 以你绿黑时程 重兵入鸡 你又来是吧 没完没了是吧 你还有一天的时间 可以准备 自己想想办法吧 这一次 可没有空子让你钻了哟 那是刚下有自言自语了 可谁说话 各位 找宝藏的事先放一放 我有更要紧的事要去办 大当家 就剩非虎寨高非虎没来了 不用等了 我们开始吧 我们蛤蟆寨大王有话说啊 各位 黑时程大军将至 我们青牛山大难临头 召集大家过来 就是希望我们青牛山 能够团结一心 机会外体 我们大不贵啊 到底是我们青牛山有的呢 还是你们蛤蟆寨大祸临头了呢 我早就收到那些 说这一次黑时程 就是冲着你们蛤蟆寨来的 跟我们其他寨子 根本就没有关系 那明白了 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拉下水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看不出来你们蛤蟆寨一顿子坏水 如果你们要是害怕呢 可以加入我们杏花里 姐姐们罩着你们 没错 非诗程确实是来打我们蛤蟆寨的 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 覆巢之下 焉有完卵的道理吗 什么卵 就是这 就是说 攻打我们之后 就轮到你了 我不是在飞剑传书上说过了吗 我们青牛山一向是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只要我们长短互补 就没有人能够击溃我们 大当家 别说了 他们都走过了呀 对方两百人 我们才五人 大当家 年纪尚情 殊不知人少有人少的好处 我们只需轻装俭刑 不冲一日一定会逃到山的那头去 不准一个未占心器 大当家 我们青年就算战死沙场 也要拉几个黑石城的人来点备 哎呀 我的背呀 我的背 好想断了 哎呀 去哪个案板 黄神经 过了这段影啊 就是蛤蟆寨的地界 这一次 我爹要挡平着蛤蟆寨 只有赢了这一场 我才能一血前止 驾 此人面对大军逼近 竟依然神色自若 这其中必然有诈 我们先按兵不动 静观其变 我已经想好计策了 但需要一个人帮我阻拦大军 拖延时间 大灯家 我来 大灯家 叫我来 拖延大军话可不行啊 行情说话还可以 我的那个气腰了 吓死人了这阵容 拖延时间也用不着 我这也很索的见识 有命的 我去 屁了 黄橙橙 黄丞相 嗯 我们正正听了三说曲子 还要等多久 请让个虚晃我 全职出镜 好 把关联 把关联 停不开啊 小师 别试了 这铁链你是正后不开的 奉劝各位 速度射退 我有神法 可请天雷 装神弄鬼 给我上 快点 大家 没想到确实一撞 撞出个密室了 宝贝 这是什么 原来这就是神秘宝燒黑火药 黑火药 还没火药 快点 不,不,不... 你最喜欢的系统新女出现了 恭喜你完成了 正面抵抗黑石城大军攻击的任务 现在开始发布奖励清单 这怎么就五个人 腰那么多吗 干嘛 来 没想到 成大雷这小子 竟然打败了黑石城大军 等他们又朝一日作大 一定会威胁到我们 我就趁现在 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站住 你看 是鼻子这次的人 他们竟然也想飞一杯钩 走 杀 小飞 老高 老高 你怎么才来啊 你看 所有人都等着你 吃饭去 来 走 师兄们 神马拍卖不会 斋主 这次我可算饭了 我刚打天过了 长大的要拍卖他的马 二十斤粮食起拍 听说每匹军马的价值 都起马在二百斤粮食一生 怎么可能 恭喜白斋主 以三十斤粮食 喜提赵燕一狮子一起 好大 恭喜你 谢谢车大当家 各位 在白寨主竞拍之后 相信各位都应该知道 王牌的规矩了 知道 那么在红布揭开之后 里面到底是驴 是马 就看各位的运气了 这次我给下一个一条拍呀 你做什么 想互邪恶 这是在钓鱼 钓鱼 接下来 开始第二匹马的竞拍 起拍下 二十斤粮食 三十斤 五十斤 七四斤 八四 一百斤 看见了吗 他们已经被刚才的甜头 给冲破了头脑 已经上透了 这陈大人已经开始收网了 这主果然料事如神哪 狗头领得到的是骏马 还是猎马呢 是一匹 无非烟骏骑鸡 六斤 还一剩 这连是非电俊骑 这可是有价无事的鸡铁宝马 别忘了 还剩下十匹马 各位 要不要竞价啊 我都要了 没听错 食品我都要了 可是高寨主 还没竞价 有三个人 八百斤 高飞虎 八百斤粮食 食品吗 全都卖下了 你们有没有没有高的 有没有 有没有有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就出高飞虎的 卖定离手 教主 教主 我们寨历总共有八百斤粮食 你做过你 他人才乱我恐惧 他人口举 我的懒我 快快快 把我的码头牵出来 高占主 你要不要 再考虑考虑 这恐怕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找到这一套 买定了一套 不许完毁 最好食品 一定都是压下你的好码 能满得过我的压惊 快快 把我的好码都牵出来 快快 这刘海能瞧着路吗 这大力 太高 我小你是自己 还是 哎呀 撒孪啊 你在这儿用猎吧 用猎吧来骗我 如此弯動我的感情 我 我要取消交易 取消 既然高寨主要取消这个交易 那之前的竞牌 就都重新来挂 用这些军马换粮食 原来一切都在大当家里掌坑之重啊 妙啊 头碎片 等等等 大师不好了 怎么啦 妙儿 大当家 这里有好多的萝卜呀 我说 妙儿 你是不是对大师不好 这次有什么误解啊 虚惊一场的少年 这食慕良田的奖励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那么随之而来的 也是一个新的任务 一天之内 拔光食慕良田里的所有萝卜 这么多萝卜 一经期也拔不完啊 大当家 你让我上阵杀笛自然不在话下 但是夏天 没经验啊 是啊 我也没有经验啊 大当家 我们为何非要一天就得把这些萝卜拔完啊 咱们人手也不够呀 唉 没看我啊 我是读书人 我 我 我干什么屁啊 啊 你自己走啊 你就练吧 这关了我背部站上 终于坐梁山 你们不认为他要紧 我 不然要找什么诡异 我不辞一进口 高队主休休息 要不我送你们下梁山 梁山 我不敢相信 你们这个在田里干动活 废虎寨连都丢光了 哎 寨主 这蛤蟆寨愿意把田里的收成 白给我们一半啊 这 这不比捡钱还要爽吗 他们这怎么羞辱我们 说不定 这躲到什么地方偷笑呢 大哥 喝点水 大哥 辛苦了 待会儿还有点心送过来 哎 没事 把这片田啊 扒光再说 哇 这么快就弄好一亩地了 你们好厉害啊 嘿嘿嘿 那个 这没啥 我在进废虎寨之前啊 可是我们村里面 拔萝卜第一名 胡闹 你们这全废物 太让我失望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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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吧 就你的错误 跟无归一样 看 看他这 看他叫拔萝卜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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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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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这没有十年务能经验 绝对刚出这事了 高当家果然是个练甲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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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姐姐 苏姐姐 大事不好了 怎么了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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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太多了 我在厨房忙不过来了 你能不能 帮帮手呀 哦 那倒是没问题 不过 凌儿 你是不是对 大事不好这个词 有什么误解啊 苏姐姐果然心灵手巧 连窝窝头都能做得这么好看 我苏家就是靠酒楼起家 我自幼跟着父亲耳濡软的 也就学习了一些厨艺 哇 那大当家他们以后可有苦福了 绵儿 嗯 你一个女孩子 天天跟这些臭男人混在一起 肯定也是身不由己吧 没有呀 如今世道这么乱 我们在山上互相照顾 反而过得更安稳 而且大当家对我们很好的 他还叮嘱我 让我多陪陪你呢 程大雷这个山寨头子 我才不相信她是什么好人呢 四姑娘好巧呀 在家待久了 婚坏了吧 没想到 你们这群人还会干农活 这本来就是他们的老板行呀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会上山拉帮建宅 还不是因为好吃懒做 他们这些人 本来就是普通老百姓 他们也想靠双手挣口断吃 靠汗水有一份收获 若不是生不逢时 谁又想在这山上 过着有一顿没一顿 又提心吊胆的日子吗 你看他们这么努力地干农活 苏姑娘 你现在再看看他们 你觉得 他们还是你口中的那些 好吃懒做的人吗 好久都没有这么出事的感觉了 真好啊 梦女孩子开心好难啊 苏姐姐整天待在房间里 闷都闷坏了 怎么开心得起来嘛 那灵儿有什么好主意吗 你得约她出去玩啊 送她小东西 给她小惊喜 好 那我应该要怎么约她出去啊 女孩子嘛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的 苏姑娘 我看你上山后一直在房间待着 我们要不要 苏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原来约女孩子 真的没有那么难啊 苏姑娘 我知道你对我的职业 抱有偏见 但我其实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 我今天带你出来呢 就是想让你看看 我是多么地善良 多么助人为乐 嗯 你看 那有个乔夫 他背债多辛苦啊 我去帮帮他 这儿用得上眼了 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是来为你颁布新任务 从现在开始 打击你遇到的十步路远 我去帮帮他 让我打结啊 嗯 是的呢 那我就不打扰你任务了 糟了 可不能真打结啊 不行 得想想办法 站住 只能顾结一事了 打结 我就是个砍柴的 我 我的全部家当 就是这魂柴了 柴我要 啊 做这根了 大爷 您的剑 不 是你的剑 滚吧 这就是你说的助人为乐 哎呀呀 当了这把剑 我这个月就不用砍柴了 这真是遇到大山上了呀 太好了 看来这招有用 待会儿爬山 你拿着这根棍子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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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我们青牛山 还有这么美的活 真的好介意啊 你拿那些人的东西 就是要做什么 送给你 陈大雷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有的时候 是蛤蟆寨的大当家 有的时候 也是别人口中说的山贼强盗 自从来到这以后 我就像是青牛山的一片树叶 伊丽莎 哪怕微不足道 也希望能够一番作为 所以吧 你不想要是 我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将来是什么样的人 你觉得呢 苏姑娘 停车 停车 停 打人 走 苏姑娘 你还好吧 我不要你管 快走 早现在被自己下山乱跑 怎么我救了大家 一妈 搞不通搞不通 唉 说我上面用 没想到你又用作弊的方式 完成了任务 现在开始搭奖励 保护碎片 又是碎片 有什么用啊 你集齐就知道了 拜拜 四姑娘 这个送给你 程大雷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将来是个什么样的人 又找到了这种劳动的满足感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 是啊 不知道下次浓忙是什么时候 好舒服 高检主辛苦了啊 这一线金萝卜 是你们的酬劳 这 对了 你的刀忘在天里了 谢谢啊 刀 我是谁 我是谁 是谁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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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萝卜还没拿啊! 哇! 偷懒的少年 恭喜你完成了收割舌母聊天的任务 特奖励 宝屁 这碎片不是收集齐了吗? 你 你都是给我啊 可恶的程大梅 竟然让我成了他的苦力 高废虎 是要成为山贼王的单位 可我这把兜 已经饥渴难耐 今天 一定要借点鞋 来得正好 兄弟们 给我上! 上! 你不这样! 你不太有点招待我! 我看你老公 是啊! 你不太有点招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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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说! 是怎么回事吧! 太凶杂了! 太凶杂了! 我们的站住 我们的站住 心太崩了呀 心太崩了 是那个心太崩了 他们只有三个人 却打得我们毫无换手之意 要不是秦门大哥路过相救 恐怕我们就 区区消失 何作恐 秦大哥 你没事吧 几人住手 持我一棒 不知此人 是何来练 是啊 是啊 他 他叫陆亨 自称黑石城第一猛将 还让我带了一句话 送给幽州王的贺礼 明天会再次经过青楼山 到时候 各大山寨都要贵着迎接我 不然 杀人不债 不认识 我不是这个难扣啊 十几年前 还只成出手 一宿了 就把一个山寨杀得老干净了 听说 就是这个陆亨带队干的 那怎么等死了 怕我往上门 可如今天下大乱 我们除了青零山 还能上哪儿啊 要不 咱们就跪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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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就四个轮横 只要在我家两天 害得我落草为寇啊 要跪 你一本跪 我不跪 请他当家 这一趟 我们狗徒里没法参加 但是我狗熊 一个人陪你赢赞 好 那我们就 站住 站住 当天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是你收留了我们 就算是做死 兄弟们也要陪你一起 站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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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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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 这次逃不过了 山贼就是山贼了 一点礼数都不懂 难道还要本将军 再教你们一次吗 还不跪下 侧 要是再年轻些就好了 报告将军 我没点过 蛤蟆这点人不在这 九尘饶命啊 老休息下 有一个好好待会的体位啊 爹 这垫子好用吗 这个洗面环有点软了 给大当家也准备一个 大当家呢 没想到这黑石城竟如此霸道 你若不想跪 逃走便是 如若是你 你会怎么选 男人膝下有黄金 跪是不可能的了 如果是要逃 就这乱世 我跟山上的兄弟们 难道就这样一直逃下去吗 是不是 大当家 如果我们现在不走 就怕没有退路 这个世界上 哪有这么多石石要退路 那有几成把握 哪怕只有一成 也得试一试 秦满 没想到你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 你现在挖动讨跑也来不及 你啊 你快去 太急 大当家 这东西是拿来干什么用的 天机不可泄露 这可能是我们 蛤蟆寨的救命稻草 这里就是蛤蟆寨吗 为何没有人出来 兄弟们挺好了 十席之内 若寨门不开 与我破门 你 怎么 养通了 还跪啊 陆将军说笑 不如您跪一个 示范一下 竟敢戏弄本将军 今日 我要血洗这蛤蟆寨 廖家伙 这是 陆亨 你狂备好战滥杀无辜 今日我蛤蟆寨 就要替街行道 兄弟们 杀人灭寨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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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小子 你想要怎样 我曾捧过圣贤书 握过清风剑 曾想过 习德文武义 或宇帝王家 我所见流民如猪狗 权贵如虎狼 那个时候 我救一个理想 救苍生于水火 解万民于道玄 为天地 套一个公道 跪下 你究竟是谁 叫我蛤蟆大王 城主 那程大雷不但 行入我将怒恨 还单敢写信挑衅你 大逆不道 必须诸之啊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这小子 有点意思 好 都能跳 今日离战 我们重创了黑市城的 嚣张棋业 出去往后 就再也没有人 敢欺负我们了 来 来 你说这些 你说这怎么感觉 都是你们非火寨 一个人的功劳啊 哎呀 你看你说的 分什么你都我的 他们都是 青牛山的嘛 你们是你家人 是不是 你家人啊 对 高大当家说得对 山上一家亲 不分你我他 所以我决定 我们共创一个联盟 所有债主 共同决策 群策群力 让我们青牛山 真正地团结起来 共建我们青牛山的 美好家人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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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凭什么共同决策青牛山 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青牛山的在座 只有一个 那就是 四姑娘 你怎么了 没有啊 哎 雷弟弟 跟姐姐找一口吧 白战处 我 成大当家 什么时候取了 这么一个 漂亮的压寨夫人哪 谁是她的压寨夫人 是吗 那我可就不外了啦 哥呀 白斤主吃白了 你 咱们俩 你怎么不打声招呼就走啊 里面酒气熏天的 我出来偷偷气 你老是一个人待在屋子里 当然会觉得闷了 正好 我做了青牛山旅行攻略 可以提倡日程了 到时候呢 我带你 饭饭粥 吃吃烧烤 然后看看这里的山水风景 你让我走吧 因为我 你走吧 也对 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像你这样的富家千金大小姐 怎么可能会跟我们这种人 混迹在一块儿呢 是吧 我们也高攀不起 最近呢我也挺累的 之后不早了 我回去休息了 喝咖啡 喝咖啡 大当家 你真的让苏姑娘走了 可不要追回莫及啊 留得住她的人 留不住她的心 苏姐姐 你明明是因为父亲病重 才急着回去 怎么就不跟大当家说清楚呢 大当家肯定也是酒喝多了 一时气坏 你就不要往心里去嘛 灵儿 就能实现多谢你的照顾 我们永远再见啊 林大哥 秦大哥 辛苦你们了 小事一桩 你们路上注意安全 我做了青牛山旅行攻略 可以提倡日程了 到时候呢 我带你 饭饭粥 吃吃烧烤 然后看看这里的山水风景 你给我走吧 多情的少年了 恭喜你完成了 平定青牛山的所有任务 不过接下来 你和你的小伙伴 将会面临更加凶险的处境 迎接更加困难的挑战 生死存亡 往往就在你的一年之间 所以你接下来的每一个选择 都顾必要十分慎重哦 因为我 你走吧 对于你来说 留在落叶城 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吧 山水又相逢 我们会有相见的时候 铃儿不要太难过来 我说 铃儿哭是因为跟苏妍感情好 一个大老爷儿哭什么 铃儿不知道从哪儿 摘了一天红色的火 铃儿一口感情口鼻鼻鼻活 捉少爷们 眼里这不是王下领吗 啊 辣椒 这狗头寨种的叶子不算啊 听说都买出青牛山啦 好 没想到这段时间内 少爷的功力增进不少啊 还是要感激秦大哥的提点 和大当家的鼓励 现在啊 我们蛤蟆寨不仅增强了防御工时 青牛山各寨子也都风衣足食 杏花岭织布 也助理酿起 连飞火寨都去压标了 是 大当家 我们再也不用过那种 有一天没一天的日子了 能够自给自足 这难道不是一种很简单的幸福吗 安逸的少爷哦 一直躺在舒适圈 可是会影响你的拔刀速度的哟 新的阶段已经开始 本心里会引发布新的任务 即救柳家军 这可是扩充蛤蟆寨的良好时机 让您冲啊 洛叶城 大当家 那你要去洛叶城找苏姑娘 山寨准的法寨之计 怎么能享日女死情呢 我是去洛叶城解救柳家军 大当家 我听说过洛叶城柳家军满门中意 只是被奸人陷害 大当家有情有义 我愿随大当家一同牵网 我也去 此行凶险时分 你们的样貌容易暴露 我只想带一个人 大当家 难道 你是想看灵儿 我们此番出刑 不做任何乔装 会不会略想嚣张啊 大当家 您放心 你蛤蟆大王再有名 他们也不知道 你长什么样 你看这画的 看你一点都不像吗 我的 别无犯过 那我 你看真是 你怎么 怎么 我才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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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偶像 偶像 我叫什么呀 你就叫 包侯吧 偶像 偶像 这陆叶城如此之大 还真不知道 应该去哪儿找柳家军啊 偶像 有一个地方 可以大谈到消息啊 又大爷 可把你等来了 你们看我们这儿这么热闹 这些客人啊 都是为了我们花贵的真容 来 坐坐 坐坐 这儿还有个客人 我先走了 去吧去吧 去吧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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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你带我来这种地方 确定能打他到消息吗 老公子 我知道你有伤在身 特意带你来疗伤的 我有什么伤 情伤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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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你怎麼出情商了? 没想到让我在这儿游行她 少了柳家军就从她入手 各位公子久等了 今晚我们比的是作画 胜出者可与柳姑娘隔终一续 不错 幸好我都亲戚说话 不想人更有所长 我要解怀啊 她定是将银票藏余不住 如此处理的会不受断 我早就试过了 这招没门儿 就是 拿的什么破布 拿的什么破布 柳姑娘邀请欧公子上楼一续 请公子随我上楼 这招没门儿 人各有所长 不必进来吧 搞错了吧 不是 这她呀 那些个客官未讨我欢心 恨不得琴棋书画 试词歌赋样样精通 我很好奇公子所画何物 此奈我蛤蟆寨摘棋 在下蛤蟆大王 蛤蟆大王原来就长这副模样 没想到还挺轻巧的 不过 蛤蟆大王 如此招摇地来我洛夜城 难道 就不怕我报官 不怕 因为我是来救人的 救人 洛夜城有一帮重粮之辈 被奸人所害 被迫嫁入如己 我此番前来 就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欧公子 若您能助我 救出族人 那小女子 必定当牛做马 报答欧公子的恩情 刘姑娘不必客气 您以后 就叫我偶像就行 偶像 我敢能啊 好 你家我公子去女女小姐房住一宿 大刀家果然轻身一重 老小匹老命要跟随他 来了 你给我 你给我点 你拿来吧 你也都是我的 你你你砍开 你砍开 你砍开 谢谢偶像 为小女子出身 柳子姑娘不必距离 现在当务之急 知救出你的族人们 我柳氏一族 其他的人 都被关在杜茂的府里 当做奴隶 童谋 就是他 陷害了我的父亲 他在洛叶城 颇有些势力 还将我柳氏族人 打入奴隙 柳子姑娘不必担心 我一定会将你的族人们 全部都救出来 好好 走 我们去会会那个童谋 我说一两 我出二两 我出三两 我出四两 我杜茂说一不二 这帮家奴 五两银子一个 想要的 赶紧的 杜大官人爽快 我买十个 好 把那匹柳性军奴带上来 这帮军奴十两银子一个 想要的 赶紧的 原来这些军奴都可以买卖 他这就好办了 哎呀 我们的所有积蓄都给柳姑娘熟身了 这如何是好啊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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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知道这军奴可有一百人之多 一百人我也要 爽快 我动貌说一不二 哎 起吧 哎 你要干嘛 做买卖哪有不敢嫁的呀 哎呀 要不要啊 嗯 要 还是要爹 这个做生意掌求的是诚信交易啊 周大观人哪 我们呢 本来是想跟你长期的建立合作关系 但是呢 你看你这些军奴啊 哎哎 哎哎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人长得这么壮 有什么问题吗 一天的水多上米饭 帮我们家吃穷了怎么办 你看还有这个 找得这么帅 我们家丫鬟怎么拿些 你干活呢 哎 这个最过分的 你说这是什么伙子 叶子中皇又不会住啊 他伺候我还是我伺候他啊 你说对不对啊 像这些伙子是让一个 你说过分不过分啊 哎呀我们没那么多 你打个几帅吧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 还有点道理啊 好 听我多冒 说一搏 那就 岂有此理 我刘家 乃骑在将门之后 祖上有重隆之功 在战场上所相提名 怎能用洛志剑脉处理 十两银子一个 还要打七折 老朽还不如一头撞死在这儿 就算卖 最少也有五十两一个 五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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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有商业头脑 屁股让咱多出五倍的价格 这都包就给七天时间 咱们上哪儿去扯这五千两 大当家 合办这碗粥就有办法了 掌柜呢 再来两盘上好列仙菜四 好嘞 马上来 好嘞 没想到 你还挺擅长厨艺 我父亲便是九楼七家 所以 那 我先去忙了 你不吃我可吃了 四姑娘 他 你这段时间 到底经历了什么 你在山贼窝里混了这么久 竟然还有俩回来 苏家的脸 真是被丢尽了 现在老爷去世了 这个家全靠我操持 才能勉强支撑 这是吴白梁 拿着他 从此以后 你和我苏家 再无半点关系 竟敢如此欺负你 我现在就去找他 不要去 这样反倒坐实了他们的污蔑 我本以为你来到洛叶城 是最好的归宿 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如跟我个喊不债吧 我一定可以护你周全 我没有要那五百两 而是要了这间酒楼 虽然这只是一间破败的小酒楼 但却是我父亲起步的地方 这也是我唯一的念想了 我要一直守着它 重逢的少年啊 有请你来发不新的任务了 拯救破败酒楼 用你的智慧 让这间破败酒楼起死回生吧 让我来帮你帮 欧豪叔叔 原来你在这儿啊 柳姑娘 来来来 走走走 欧豪叔叔 不知 杜茂答应放李家军了 真的吗 太好了 可是他们有五千两啊 大当家把债子里的所有钱交了定金 剩下来还在仇男 我哥哥为了我们刘家 竟然做了那么多 你无恙你 你来了 偶像哥哥 那天晚上在亲我 你对我 还以为你 我没想到你去啊 我没想到你去啊 巫师 英雄难过 美人关哪 好可怕 好可怕 四姑娘 大当家在后厨待了好多时辰了 一直闷闷不乐 你们竟然误会一场 进去看看呗 谁让她没有第一时间跟我解释清楚的 她也是一时贪得无厌 不懂得取鸟再淋不如一鸟再手的道理嘛 什么 这么强 我已经找到让这个酒楼棋子回生的方法了 喝点水 现在落叶城 所有的酒楼 都被你江河楼踩在脚下 尤其是对面的四海楼 我看今早连招牌都占了 成功您照顾我 这是我开门做生意 一不小心的 去把生意做这么大 搞得同行啊 生意都垮了 我心不忍的 我来 来了 你看这么多客人 知道被说什么了吗 知道 我就去对面的四海楼跟他们说 借我们几张凳子吧 反正你们也没有什么客人 行吧 你这带着这副套好些 来 九号在吗 九号 这里面行 里面行 十号 里面行 里面行 这边这边 十七号有吗 十七号 不好了表妹俩 不好了不好了 不就是借几张凳子吗 不借不借 不是凳子的事 他们他们重新开张了 二十八号有吗 二十八号 里面行 農村 哈 是啊 过来 哇 九号 一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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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一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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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雀 鞭子一个 你不是在调到 我们要出奖 我们要出奖 三二一 莫非您就是江河楼的李老板 没想到您今天 能来我们这儿逛过的 李老板 我们今天这儿客人太多了 不知道能不能向你们江河楼 借起个摆灯吗 嗯 慢走 跟我斗 我吃火锅你只配吃体料 刚刚那个就是之前羞辱过你 像你借板凳的李老板吧 嗯 我刚才帮你很恨的出了口恶气 你这个人啊 平时蛮不正经的 没想到鬼点子还挺多 嗯 哎 不过那个红色的果子到底是什么呀 那个红色的果子叫辣椒 吃下去的口感有一种灼烧感 但是会让人精神振奋 酣畅淋漓 你以前仅在我家掌控啊 不出七日定会做齐 输回柳家军的银俩 欧哥哥 你想到你不仅有侠义之情 还真没有经上头脑 这两日肯定累坏了吧 你快去休息吧 这里有我们就够了 有少许 快溜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哎 这位客官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我来了 我哥哥不仅优秀 还这么迁徙 留着能遇到我哥哥 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报 我一定要高夸你啊 吃点巴掌 吃点巴掌 来了 哎呀 你湖底拉有的服务 我们江河楼前都有 而且还更加的高端 嗯 我看你拿什么高端 那啊 客人还没怎么点菜 你就给我什么都不会推了吧 您说到家的 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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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客人先信过来 然后熬死他 最后 我们想赚多少 就赚多少 湖底拉 我控制四周了 快点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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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逼我的 你逼我的 逼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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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官们 怎么样 忙了 喝锅吧 困长 锅里居然有直席 说什么胡话呢 让我来 你们这家黑店 就这样对待顾客吗 亲爱的客人 这是我们的书骨 我马上给您换一锅 今天您的销费 全部免贷 这就算完事了吗 撒家还在这儿丢了一把斧头 我给撒家讨个说法 我就在这儿闹 快点 请问您钓的是这把 天赋 还是这把 月斧头 好像是 这把天赋头 就算是这样 我今天 我今天还是要在这儿 伪汉批许 赶火旺盛 您是不是时常感觉自己吓谁疼痛 雄温切断 那我得嗡嗡着 有点 亲爱的客人 本店专门为您准备了 驱火暖胃的葡萄 我马上派人给您端上 好 好 慢走啊 来来来 我跟你说 来来来 那来一桌 兄弟 一定要进 按时服药 不要熬夜 多谢掌柜的 以后 若有人敢到湖底捞声势 撒家定叫他做人 接下来就手术再吐了 找人 这次 我就从内部 抓捷你们 试试 客官您好 事情早就怎么样了 稍等 马上就来 这么把自己当小孩了 我让你吓腰啊 我对你一忍再忍 你竟咄咄逼人 威胁陷害我的家人们 若不是掌柜的让我悬崖勒马 我差点就误入歧途 谁年轻的时候不犯错误呢 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踏踏实实地干 到时候肯定可以在洛业城 安家落户 我们护地捞呢 也会对你有所支持 对 马上就要中秋节了 把父母一块儿 切过来 我们热热闹闹地过节 好不好 你 你什么你 掌柜 带我如家人 而你呢 跟了你十年 除了去如 去世道吗 掌柜就是他先害你 好好好 我帮你打他 没事没事没事 别动啊别动 别动 打桶架 摘死里的辣宝子 全已经搬过来了 辛苦了 正好我后厨的辣椒 不够用 这回总算是派张用场了 大当家 没想到你对庞任 还有严教 那当然了 你俩主意从前来 咱们现在去输刘家军啊 杜大官人 七日之约已到 这是四千两白银 加上之前的定金 一共是五千两 好 我杜茂说一不二 这五千两 就当是你们在洛业城 生事的补偿了 滚吧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倒想问问 你们来我洛业城 搅晃我江河楼 是什么意思 江河楼的母 老板是杜茂啊 好 那么滚 你以为要救刘家军 惊严了湖底楼 惊严了湖底楼 结果得罪了江河楼 这江河楼 老板就是杜茂 得罪了杜茂 就救不了李家军 我们为了救刘家军 而救不了李家军 天啊 站住 拿来还想拿走 那快跑了 快走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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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 救命啊 非需要 男 diabetes 习shine 输就输了 何必借酒消愁呢 假装喝醉 逃避现实 痛快 痛快 好久没有如此痛快了 疼 小心 别碰我 不要 没了 我前两圈没了 你们还好吧 大党家 我们现在怎么办 这店也开了 钱也赚了 柳家军还是没写清楚 怎么办啊 你们已经尽力了 欧愁的少年 恭喜你完成了 拯救酒楼的任务 奖励抽取武将机会一次 这是天助我眼 怎么抽了个外国勇士 我远长嘴 不复兴 鱼儿童小 弯如臭 掌柜 再来两个好酒 战斗里抽五脖 怎么抽了这么个废物 好酒 再来 再来 派哥 那两个家伙又回来了 都叫你们滚了 你们还敢回来 再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杜大人且慢 此次前来 我是给杜大人送大礼赔罪来了 这个酒来自西域 由葡萄酿汁而成 色泽红透 口感甘甜酸爽 这次为了给杜大人赔罪 我专程把库房里 仅剩的几坛 献给杜大人 快快 大家 怎么了 我送给我的家人 怎么了 三连 我不能败送了 再来 七天饭馋了 果然好酒啊 再来一趟 杜大人 你不能再喝了呀 你有所不知 这个酒可不是寻常的烈酒 普通人喝个半坛 就醉得不仅人事了 我知道您酒量好 撑死了 喝一趟 放送 我杜茂纵横酒界数十年 号称酒中懒大虫 我要是只能喝一趟 就没人能喝两坛 你怎么能喝杜大人的酒啊 我知道你号称西域酒神 酒量享于塞内外 但你也不能让杜大人 下不了台吧 结个胆你 西域酒神 好 我今天就和你拼拼酒量 我杜茂 说一不二 要是今天你能把我放倒了 柳家那帮人 一两斤的不要 你们全都带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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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也不过如此吧 你看看我都喝了这么多的汉 现在也只是有点威胁 战斗力之舞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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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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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藏绝技 醉生梦死 你接着喝啊 不过这话说过来 你这酒酿虽然不行 酒量倒还可以 你说什么 啊 我说 你这酒酿的不行 这酒量倒还忙忙 呼呼吧 你可以看不起我的酒量 但你不能看不起我的娘酒 这杯酒叫醉生梦死 你敢喝吗 这醉生梦死 你敢喝吗 这醉生梦死 也不过如此嘛 原来这就是真正的醉生梦死啊 那我钱量还能要回来吗 一定要回来 回来 来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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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成大当家出手相助 咱们该一拍 来 来来来 喝 老哥哥 这酒全靠你 全都把我们柳家居都叫成了 我该怎么报答你才好呀 牛只姑娘 举手吃了 不必挂使 哎 大当家 怎么没把苏姑娘 一起要求上山的啊 我底捞生意那么好 她一个人怎么开啊 是不是 又是姑娘 少喝一点 小说 疫情 哦 哥哥 大当家哥哥 你喜欢我怎么称呼你啊 我觉得怎么称呼都好顺口 好究竟啊 嗯 你怎么称呼都行 随便 怎么能随便 你救了我们整个柳家圈 我这辈子 当牛做马 你也想报答你的爱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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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不好 这是大家的狗 六 六 是吧 居师 六 是 居师 举手之劳 恨俗挂齿 不是啊 要不是当初我冒着生命危险 与杜猫那次展开生死不斗 对 大家 亲情 运筹运筹帷幄 或许就输着这一账吧 来来来 还记得落叶城内城战斗 杜猫使了一手好狼牙棒 我遇免说声 血神记也不虚他 要斗到紧腰关头 只见我气运丹天 身形飘逸 使出许家 失传秘法 灭持斗德和本 尝啊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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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 借意的少年哟 恭喜你完成了 经营蛤蜊队的所有任务 那接下来什么任务 等本线你睡醒才是舒风 系统还要睡觉 鼠工升级蛤蜊队很辛苦的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你都见不到本线的任务 不要太想念 嗯 没有任务也好 刚好可以睡个懒觉 嗯 牛痴姑娘 我哥哥 你这是干嘛 不好意思啊 我哥哥 自从 那日 青楼相救 牛痴的心 就 都在哥哥身上了 晚后 就让我 陪在哥哥身边吧 不好意思 牛痴姑娘 我明白你的意思 嗯 但是我心里 已经住着那么一个人了 哎 感情这种事情 不能勉强的 是不是啊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哎 居然连懒觉都睡不了 真是有心在话划不开 无心 只 那 苏英 现在九楼已经走上正轨了 要不然 跟我回寒寨吧 我开玩笑的了 我知道你现在离不开落叶者 而且 现在九楼生已经走上正轨了 你这个老板娘怎么舍得离开呢 对不对 那我就有时间 再回来看你 嗯 程大雷 你真的会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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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哼 奉承主之命 有事想杀 哎呀 陆庞你这个手下败将还敢回来啊 我学神经不会放过你的 哎 陆将军 地图我给你画好了你看 哎 找我这个地图来啊 紧箍山这就一如翻找了 程大雷 我是来结盟的 结盟 大当家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老朽都支持你 这都是老朽的结盟啊 你通常骂的都是现金和火药啊 诸位 结盟之事 你们怎么看 要问我说呀 肯定是这黑四肠 直到咱们联合起来了 他不敢招惹咱们 所以这联盟 就是为了化合关系 不 我看他这次红门眼 不能紧 我搅着可以结盟 只要程大当家行事谨慎就完了 结盟是可以 但是他们没有诚意啊 为什么他含糊去 不来咱们青牛山 要让程大当家的去黑四层呢 对不对啊 这还不简单吗 你们没听说过一句老话吗 就一山捕捉二虎 因为他怕我够飞虎 所以说这个事呢 还只能我代表你们亲自出面 明白吗 青牛山这么多大当家 咋就弄到你了 我去也是有危险的 这上就是你 你叫我什么你 你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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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主 我躺到黑师城 怎能与山贼结盟 这传出去 岂不让世人耻笑 此间 容租纯蠢欲动 我们应当招兵买马 训练军队 军事夺旅了 把他们拉拢过来 把黑师城抵御容租 岂不两全其美啊 名声这东西 我韩湖剧 什么时候在乎我 爹 少城主 你竟然让我迎接山贼成大雷 正好可以跟他学习学习 学习 你竟然说我不如个山贼 我不同意 你能带寥寥蜀蜀人 抵御两百精兵吗 你能打败黑师城第一汉将陆亨吗 你能凭一己之力 说服清牛山凶残奸诈的山贼吗 告诉我 你醒吧 系统 系统系统 你怎么还没醒呢 大当家 你怎么又在叹气啊 没什么 我只是 看快要变天了 没有啊 很大的太阳 凌儿 跟我们在一起 你开心吗 当然开心了 不仅吃得饱穿得暖 而且大当家秦大哥林大哥 你们都对我很好 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 那如果 有人要破坏这一切呢 那凌儿就跳起来咬他 跟他拼了 我们凌儿好凶啊 你不怕吗 我不怕 其实 有点怕 你爹啊 真是逮主出好损 别别别 别别别 我去 我去 你去 陈大雷 我知道 你并非等闲之辈 就算你能护住你自己 你能护住 你身边的人吗 就算你有拒弩天雷 能等得住那千军万马吗 千军万马 你是在威胁我吗 我说的千军万马 可不是黑石城 礼商往来 这是城主 让我带给你的 黑云压城 乘与催 放心吧 我是不会让这些发生的 大灯架 大灯架 这里就是陆恒约好的街头地点啊 大灯架 我们带的人是不是太少了 我们是来结盟的 不是来干架 带那么多人干嘛 陆恒不是来结盟的吗 怎么还有不过来啊 我看看去 陆恒约 我们已经把他们的行李和马匹 全都偷走了 但末将有一事不解 为何咱们人数众多 不直接杀下去 大灯架 大事不好来 咱们的行李跟马区找不着来 怎么回事 但是 我在地上找到了个遮 有个蛮子 难道 我熟毒兵法术十才 正所谓攻城为下 攻心为上 我让你们把秦南的针线 暴留在现场 就是料定了他们会怀疑 那个老子通行李 此乃 此乃离间计 此街令他们内部产生信任危机 不战而败地 我一定有让你刮目相看 原来我们的衣服 都是秦大哥偷偷帮我们缝补的 我除了我一点棍法 还懂一点针法 这是我死去的妻子教我的 我只是想帮大家多做一点事情而已 你 秦大哥 加油 秦大哥 加油 男人哭吧哭吧 不失尊 没事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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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 少庄主 嗯 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现在就直接杀进去 好 我苦毒兵数十数财 这一招 就做苦肉计 我需要有一个人 去假计投降成大雷 将他们从内部分崩瓦迹 但是平白无故去投诚 他们定然不会相信 所以 我疼 让他相信我们之间 有重大的矛盾 你 我一定有让你对我刮目相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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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家的 我冒死打到你这儿 是有很重要的事 要对你讲 好 你快说 大大家 我俩刚才在外面 投死河野猪 咱们吃个火腿啊 我 我 我 你也不弄我 喂 你不是有招的事 要跟我说吗 他敢杀我附近 中将是廷令 他 在此戒备 我要去会一会那程大雷 谁是程大雷 谁啊 我乃黑石城绍城主韩宣之 这里已经被千军万马包围了 现在 你只有两个选择 这是一瓶镇酒 剧毒无比 你喝下去立刻会死 当然 你也可以不喝 那样的话 你的兄弟们都得死 看来 我先 你不会有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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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这已经喝了凉口水了 怎么还在涂 昨天晚上吃什么了这是 大大大 为什么要救他呀 他虽然傻 但是他罪不知死 我手中兵法处十万 头一死个人齐逢对手 今天你救我一命 我就放你一把 还是败上地儿 就是你家的东西 不是传来见萌了吗 怎么来人都什么 明全庙的人 行李还没告诉我们在哪儿呢 追啊 走 快快快 看一下 谭权之 难道 糟了 陈大雷 你好大胆子 竟敢杀少城主 我若说不是我杀的 你信不信 还想狡辩 杀了他们 走 呗 陈大雷 往那边走 队的 军师的绝心技能 队师 依你所见 走哪套路 对啊 行行行行 红这边 好 走 干什么 慢点 军师 走哪边 走那边 走 你干什么 慢点 他又不停我了 干什么 你干什么 往那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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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家 又是茶路 怎么办 军师 依你所见 走哪边 只不动 别闹了 逃命呢 大当家是你在闹好吗 之前老朽拼命县州妙计 你大耳旁风 这回我不说了 军师 我错了 行不行 这回你说走哪边 我就走哪边 绝对听得好不好 等着 等着 既然大当家迷途之返 老朽就再这条明路 小路虽然险峻 但是蜒言曲折 追兵不亦前行 老小路 什么 军师 你说我走大路啊 走啊 大当家 你又虚弄老朽 这是人命快天的大事啊 你不走 我走 军师别 我只是给你们看 我是对的 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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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 军师 21 军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将影响和决定你和你身边伙伴未来的命运和结局 真是越来越难了呀 对不起呀 你全怪老兄已经是任性了 才害大家落入此兜了 军师 吹吹小时 何必 对不起 军师 不必自责 军师 不必自责 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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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是你们的雷炊 有了这个神灵可以出唇出唯 莫莱 怎么莫莱呢 没想到这神兵还有耐熟度 你们那怎么还有啊 这是 居然还有副作用 那当家 有了神病了 咱们现在务服天意呀 打败 长大雷 这帮西云结盟 已经杀我雪儿 这不是我们杀了 我们是没冤枉了 亲眼所见 还想抵败 看来今天这个锅 我们必须背了 今天我便亲自娶你人头 祭奠我雪儿 那你打啥 我就说 韩国剧沉迷于女侧 咱们有神明在手 要打也不虚的 正好用这留不清唐龙会 谁是手 此人毋力是如此之强 秦大哥 少远 我们必须速战速决 才能杀出崇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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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蓝战 带会我迈个破绽 锁住她的自尽锤 找出机会接过她 齐大哥 请我帮钱 秦大哥 你没事吧 对 你 大哥 我们今天想要全身而退 怕是不可能了 大哥 带着军事快走 不要做为的牺牲 他们要杀的是我 你们快走 走 秦大哥 大当家 你先走 我们死在这里没关系 只要你还在 我们蛤蟆寨 就不会亡了 我怎能请你们运不顾 你自己逃走 大当家 我勤瞒一记五福 我能跟着你 这辈子啊 值了 巡邦 乃沧海 李少芸 大当家 居士 居士 大当家 我接你火药 做了几个铁丸防身 没跟你打招呼 你不介意吧 大当家 帮我照顾好灵儿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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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师 灵儿 我也追随你左右 不但昌寒凌 谁来作战 我果然没有跟作人 陈大蕾啊陈大蕾 你欠你的兄弟于不顾 他会扇这个我 有什么意义 陈大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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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家要一起 不一起吧 咱们可退一步呗 我们跟你们倒手玩儿的 陈大蕾 大蕾 高级豪胆 还敢回来 还我兄弟者 我必顾着 大蕾 风 神 城 城 世界 城 建 敲出武器 二 五 九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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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等着 能中伤我的 除了中醋王司 你是第一人 你没事吧 不 城主 受伤了 没事 没想到城大了有如此功夫 让我手作休息 狗狗 狗狗既然受伤 你何不去死 就让背后走到的 那个巨神太狗了 我拿到了 红服 我拿到了 炸狗 我 请问虎服 我用了虎服 我就可以打开城门 与戎祖入关 共举大计 竟然与戎祖勾结 当年 你立抗戎祖攻阵天下 本可趁大悟国运 视为趋而待之 帝国天下 唾手可得 但你却交出兵权 平安一鱼 沉迷享乐 我忍了你十数年 你不想当敌方 那就我来当 我真不敢相信 居然是你 我草职城中有叛徒 此前故作沉沦 享乐之态 正是为师反贼松懈 杀我玄儿 赢我与城大雷 拼给你死我活 原来就是你与戎祖勾结 好左手与王之力 之前黑市城 数次被戎祖偷袭 也是你支持的吧 果然还是那个 一人寒一城的帝国猛虎 可惜啊 你身负帝王之财 却胸无红虎之志 守出国门 保帝国一方百姓平安 还是无辈之力的 鸿鸿之志 军兄着陆 百姓早殃 你将功成万古哭 哭的是黎明百姓 你一句凤凰丞相 又有多少黎明百姓 要死于战火 也罢 你被夜行蒙比 十一至此 多说无意 看在你跟随我 多年的份上 自寻了断吧 留你一个体面 你与我体面 我可不想给你这个体面 走啊 大灯家 走吧 那几个山贼 也不能留 我 Mostly 优优独播剧场—— muscle of blood 放开 等等 程大雷 从此刻起 我黑石城与清游山正式结盟 英雄不问出处 我相信你是条汉子 我黑石城的百姓 就拜托给你了 快走吧 快点 未未未敢 望有国 取怒何问 不与不 来吧 今天就为我的儿子报仇了 大雷 红色的任务都这么危险 那红色任务 大道家 咱们回去吧 荣族入侵 就像城里人 咱们青牛山 穷山屁人 他们不会来的 用了护肤 我就可以打开城门 以荣族入关 共举大计 违背未敢 网友国 屈奴何温 不欲博 黑石城的百姓 就拜托给你了 我决定不回了杭湾寨了 我要去到黑石城 大道家 黑石城 要去送死啊 我刚到杭湾寨的时候 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寨主 这一切 都是卑鄙无奈 但自从我遇见你们 我才发现 我并不是孤身一人 我有了伙伴 有了家人 有了我值得牵挂的人 现在青牛山 才是我的家 可如今 我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 纵使天下有无数小家 可黑石城 落叶城 乃至幽州 还是千千万万 云云百姓的大家 有了家 杭湾寨的伙伴们 你们是否愿意与我一起 守护千万百姓的幸福 是否则算拍了 天南 我们的云归 是否坚持 对 但是你们年纪尚轻 说不知路途险恶 那黑石城 岂是你们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的地方 也就是蛤蟆这大军师 从旁帮你出谋划策 还能有一些生计 我御面书生学神机 愿随大当家同去爱石城 你拿起码设 兄弟们 狗贼撑大雷 竟然害了城主 与我黑石城 结下了血海深仇 我必杀他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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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站着 陆亨 陆亨 韩城主不是我杀的 你不要被薛贩川所蒙蔽 是他勾结戎族 害了韩城主 可恶狗贼 先杀城主 现在 还敢用反战机来 挑拨我和军师的关系 我现在就咱们你 大当家 还是你聪明 让少爷 换上你的衣服 引斗大军 咱们绕过去 偷血半船的虎符 好 军师 走哪边 我已经看过乡乡 贪狼戏剧 活水东莹 走这边 好 我们走 站住 你们是谁啊 且慢 这二位是我的贵客 你们怎么贸然进城 若是被发现 岂不节外生枝 怎么不说话 够积警 也好 让王子放心 我有虎符 今夜子时就可以调遣军队 接应你们入关 待我取下大五国 做了皇帝 幽北之地 避归你们 等那时 本王手握大权 屁逆天相 来 细细想来 程大梅 还算有点本事 保留此人 必是心腹大患 不如 今晚就去剿灭了蛤蟆寨 杀得可干干净净 不碍事 不碍事 我去就来 这位兄弟 哪个门出去就快一点 李编总 什么人 罗昂 是吗 没想到你自偷罗网 今天就是你的死机 雕虫小鸡 死到临头 还想安静伤人 你看看他是什么 武服 保管好了 若落入到薛半川手中 大五国将会有灭景之灾 此时 薛半川会打开城门 引荣族入侵 我凭什么相信你 未卑未敢 忘忧果 屈辱何物 我问 不语不 你怎么知道这句话 你 看到 刚刚那两个黑衣人了吗 那两位贵客吗 我给他们指路了 他们还夸我很怕 还不及 把他们两个给我抓回来 好 千亿呀 将军 来薛半川医 和住城外 龙龙 你去找兵 薛半川我还追 王子 王子 糟糕了 你听我说 王子 大事不妙 王子 大事不妙 王子 情况又变了 王子 是他 蛤蟆寨的程大雷 护肤被他给抢走了 王子 我暗许黑师城 不惜卫生于此 你去告诉我 把虎服丢了 长大雷 你就是寒虎局 看中的人吗 你竟然真的 破坏了我的计划 看来只有阻挡这个 荣族王子 才能为元军 证据时间 热血的少年 我明白你此刻的心情 但我还是希望 你能够谨慎选择 那如果我逃了 黑师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本千亿只能说这么多了 但是我问你怎么选择 我都会祝福你的 大大家 我来挥挥他 大大家 你上次是伏红青纲碗的后约战还没有好 万一 闭嘴 谁又敢上前一步 逐出蛤蟆寨 这家伙拿了我的开天三万斧 三万斧加成只有三招 只要扛过这三招 或许还有一拼之力 程大雷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碍事 我荣族 要多死多少战士吗 所以我杀了你 一招 两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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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去正面厮杀的战士 你只会闪躲吗 三招 不会再躲了 三招 你不足以取悦我 你们就 都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 大当家 他为什么能摇抛了 时候来 来 里面 来 是 累 累 累 我 累 累 累 你 程大禮 彻底破坏了 容族的入侵计划 而那夜过后 他却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 自此 黑石城恢复了 往日的平静与安强 上回书说到 黑石城汉虎骏 遭遇容族伏击 卫国战死 危难之时 黑石城汉将陆亨 挺身而出 率军相抗 是要为城主汉虎骏 报仇血恨 正所谓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 赢得生前身后名 正是有这样的 爱国将士 力保边关 死而后裔 才保得我大五国 江山无恙 百姓平平安安 好 你啊 你不想像陆亨 当你一样 陆亨 你听我说 现在全天下的人 都认为是我杀了韩成楚 当此事了结 风波平息 这件事 必须要有个交代 我自会告知天下 揭露雪马川的阴谋 替你洗清人去 不好 现在时局动荡 内由外患 若天下人知晓此事 便会城中大乱 民心不稳 既然世人都说 我是山贼 是恶人 那为了大局 我可以忍辱 背负这个罪名 但有件事 要拜托 什么事 我今日拼死 都要护黑石城百姓的安危 我蛤蟆寨的兄弟 就交给你了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一套曾经沧海南为水 大家一定要勤加操练 到时候在保护寨子的时候 派谁用场 林少侠这套乡法 当真举世无双啊 是啊 我看哪 以后咱们这里的大当家 非你莫属了 不不不 在我们蛤蟆寨啊 能人多的事 算不了是吧 来 休息一下 大家继续练 好 看这针法啊 这也太厉害了吧 亲郎大哥 你也太心灵说小了 这次选债主 我一定投你一票 我也要投其邦大哥一票 我是个从人 你可以的 帮债主这种事情 还是徐军师导的比较合适 我们还是聊聊这个针法吧 好呀好呀 在我血神级的 营命请练令刀之下 蛤蟆寨这个月 又赚了不少钱呢 你们以为藏起来 我们大当家 就找不着你们了吗 就这 大当家 这就是你的选择吗 军师 为了黑市城的百姓 我必须挺上人处 别告诉苏姑娘 你们都要好好活着 把他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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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雷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找我啊 四姑娘 我回来了 四姑娘 你想干什么 男儿和不带无钩 收取观山 不是诈 你让我走吧 你走吧 告诉我 你这段时间 到底经历了什么 怎么样 忙了活活吧 要不然 跟我回蛤蟆寨吧 四姑娘 这个送给你 程大雷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不管怎么样 现在是什么样不重要 重要的是 将来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四姑娘 你去等等 我手指摔着换去了吗 不行 不能沉迷于游戏 赶紧睡觉 哦 community i know you 你们 我 诚 诚 诚 感谢观看